今次介紹的珍藏不算是一件東西 而是一間屋 一間用了40年裝修沒變過的香港屋企 Hello 我是李丹 40年沒裝修過的屋 好出奇咯 對的對的 不過如果這間屋對自己來說是很有回憶的 這一份感情又怎算呢? 這間原本是我阿嬤的家 她過了生後 我爸爸的弟弟的一家就繼續在這裡住 到了今天 我爸爸的弟弟的女兒的老公就想來一次大裝修 這一日是裝修前最後一日 這座大廈是1891年落成 所以新居入伙之後 你看到的裝修基本上是沒變過 有木地板 實木組合櫃 咖啡色的玻璃 長紙 就是這樣用了40年了 我想最耐用 莫過於這套量新訂造的組合櫃 她將客廳、飯廳兩間房連成同一個style 還有間房的作用 我爸爸的弟弟就是我叔叔 他都算是個收藏家 只是古董手錶都失滿了整個櫃 但是清空之後都幾乎完整無缺 其實真是好耐用 這裡既然是我阿嬤住過 每年的農曆新年或者什麼節慶 一大班親戚 通常首要就當然來到阿嬤家聚會 大人來到 當然不少就當然是文化交流 一起切磋一下拿手舞藝 要想就想要碰就碰 然後圍一起吃飯真是好熱鬧 作為當年小朋友的我 第一件事最怕的就見到我兩位阿叔 他們一定抓住小蚊仔 用他們的鬚筋狠狠地 大刮大刮地刮我們的臉 令到我們的童年真是好有回憶 和堂表、哥、弟弟、姐姐、阿妹在玩 什麼都玩餐飽 最好玩的就是門外這條走廊 這個屋苑叫做瑞和苑 是香港第一代的居者有期屋 第一期是1980年落成 是一位日本建築師木夏一的作品 他運用到很多的幾何圖形線條 來穿插整個屋苑 營造了很多乾營的流動 晴天、陰天、日透、黃昏、夜晚的景觀都有變化 在80年代來說是相當破格 還獲得當時建築師學會的年度建築獎銀獎 至於大廈內的布局是封車營 每三層共用一架升降機的設計 原意是加強居民互動的輪舍關係 這個概念令我想起電影功夫的城寨場景 或者福建的土樓 居民的大門口是互相對望 而中間是一個聚集的公共空間 除了增加輪舍的互動關係 亦都擔起互相守望和防衛作用 瑞和苑無論是大廈內部的設計 甚至是整個屋苑的規劃 都有一個說法是可以減低屋苑的治安問題 譬如你偷完東西或者搶完東西 你都很難在一個這麼開放的公共空間裡脫身 那說回這個根本不像走廊的公共空間 對於小朋友來說 根本就是一個室內小人操場 在這裡玩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 狐狸先生幾多點 這些黑色界線 根本就是鱷魚潭上的目標 你有本事就逐一跳過 上面這些半圓和大圓才是最正 踢球要踢到上去 在另一邊接回 而球經常跌到下層也很正常 回到屋裡 有時親戚未來到 或者比較少人 這個組合櫃的獅子扣 都是一個解換裝置 扣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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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小朋友的我 都可以玩了半天 所以大裝修前 我自己都保留了一個扣作為紀念 至於廁所和廚房 看來感覺就比較新正 我問了我阿叔的女兒 就是我堂妹 她說廁所曾經整渠都維修過 廚房都整個櫃門那樣 40年的裝修 雖然我們都有點不捨得 不過既然決定了要翻身 可以做的就是拍下留一個紀念 不知道新裝修之後 又可不可以維持多40年呢?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訂閱 再按這個小叮噹 以後會看到我更多的影片 下次見啦